侯友宜今上午前往板桥运动馆,参加运动爱台湾观摩表演大赛,受到婆婆妈妈们欢迎。 摄影记者王敏旭 分享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表示,目前捷运三环三线工程都按照进度走,环状捷运今年底要完工,也希望中央快点通过才华法修正,对待地方建设, 要各县市公平一致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在永和竞选总部成立时说,新北市府捷运工程拖拖拉拉,如果是他来做一定如期完工。 苏贞昌还说,由他去争取中央的停车场补助经费,会比侯友宜争取还来得快。 侯友宜今天下午参加一场网络创业座谈会时,受访表示,目前捷运三环三线工程都按照进度走,环状捷运今年底要完工,侯友宜也要苏贞昌打开位于榜桥新站旁的办公室窗子看看,望出去就是捷运环状线的建设。 他说,苏贞昌应该看得到,但苏所看到的跟苏贞昌所讲的都不一样。 侯友宜以往在提到交通建设时也曾说,未来三环三线要升格为三环六线,在轨道建设过程中,新北市的大众运输会透过快捷公车,跳蛙公车,补足大众运输系统。 侯友宜说,未来双北的交通建设一定是第一优先考量,双北的交通建设未来嫁接起来后,人口的流动才会更密切,对产业、都市发展都是有利的。 他表示,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八倍,还有西南、西北两大都会区,可做双眼情推动都市发展,因此,交通建设一定是关键。 另外,未来也会透过推动社区工程,降低进入都市内的汽车数量。 侯友宜今天说,地方建设中央要公平就好了。 他希望中央对于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快点过关,呼吁中央要公平对待各个县市,一年集欠新北市的新台币150亿,要赶快偿还。